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就让李克太太先来讲一下好不好 这很重要对不对 来我们今天谈什么 我们今天要谈一下我们NCC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昨天看到这个赵伟 我们昨天避雕龙界 对 也在 昨天 难得看到我们这个立法院最容易爆发脾气的 这个华国常委员跟谢龙界生气了 对谁生气了呢 我想如果说不是这样子的话 要不是NCC这整件事情都太离谱的话 我想让谢龙界这么大 这么生气 其实也不太容易了 对不对 昨天起因其实是陈耀祥的态度 陈耀祥现在是NCC的主委 那昨天是针对于 在这段时间其实 新国会一直希望 对于整个禁电室上架的过程当中 讨论相关的会议记录 希望有机会调出会议资料出来 对 但是我们这个伟大的陈耀祥呢 第一时间就非常的傲慢 说这个资料不准掉 还颁出宪法出来 那后来黄国常说 请问NCC到底是何意志呢 还是你一个主委的意见 就可以决定要不要提供资料 毕竟这个禁电室已经上架了 然后审查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都是公开透明化 这也不是机密可以保护这个20年30年 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有什么不可以调阅资料 更何况调阅资料 其实就是立法权 但是从昨天的开会 这段时间的开会 我们都可以看到NCC傲慢的态度 就是陈耀祥背后 到底是谁可以让陈耀祥 这样有恃无恐的表现出 而且居然把宪法也都搬出来 没有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陈耀祥会有这样的态度 当然第一个他已经要去职了 所以说你看他发现 所有已经不留任的人 讲话就像战狼一样 要为他自己最后留的一线 他自己认为的一个尊严 像今天吴钊燮 讲话也非常的不客气 你把我送去 你就用藐视国会来告我 你看这些都是这个方法 还有第二个 当然有很多的资料不敢公开 因为这个公开里面 有很多的猫腻 有很多的妹妹嘎嘎 你一公开 当初进电视 大家所质疑的黑箱作业 里面的一个细节 恐怕在透过这个检调 透过我们这个资料的一个公开之后 你就可以被大家发现 在这里面侵入到非常多的高层 各位你要知道一个电视 执照会通过 可以这样上架来播出 这后面是非常多的政治的角力战 那我想这个裴伟过去就是跟小英的关系 是非常的不错的 那小英周围的像是洪耀福 还有好多其他一些核心的人物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做的哪一些的事情 包括以前这个时代力量 还有包括国民党 都有提供非常多的一个录音带 那这录音带里面你可以看出 检调没有办法再做深入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些资料的调查 把当初我们大家所质疑的问题 一调清楚 他当然不敢呈现 所以要么就是要去植 第二个就是后面有人称要 第三个就是这个里面的资料 一定有很多跟高层有关 而且高层目前都还在 若一公开叫他们如何自处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 才让他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态度出来 对所以NCC其实 NCC为什么非常重要 因为掌握过去民进党执政的八年 掌握了媒体 就掌握了很多的话语权 而且可以让媒体乖乖的听话 决定哪一则新闻要报 哪一则新闻要抽调 然后更重要的是 在民进党内部的派系之间 还不是跟在野党之间的斗争 他们可以透过这个 所谓媒体掌握部分的媒体 就可以透过这个媒体去操作一些 部分民进党内部派系的斗争 我们过去常看到很多 当然是 而且你看NCC的职权 我们刚刚把它看出来 我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 还有个监督管理跟证兆合发 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固定的大概是六年十年 他们就会合发证兆 举例来说 目前来说的话 像T台就面临要换兆的问题 那换照我要不要发给你这个执照 就看看你过去的表现到底是如何 有没有乖乖听话 对那你如果没有乖乖听话 我可以使用很多的理由 各位你真的是NCC的权非常的大 它可以用任何的理由不给你这个执照 那你这个电视台要不要乖乖的 稍微在你的内容 在你的取向上面做一些的配合 那你这样一配合 像目前为止已经有非常多电视台 已经是属于执政党的电视台了 那个配合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八点钟真的是一条龙的方法 你转来转过去 你会发现说 为什么他们的很多的内容都非常的雷同 所讨论的议题非常的雷同 然后呢你可以看出 比较情绿的跟所谓比较情蓝的 我现在已经看不出有什么比较情蓝的 就是比较中立的 我们所关切的 你看他们的议题都不一样 光是许小新的议题 对不对 已经吵了那么多 已经吵到那么多的 那都是一条龙的方法 所以你要不要决定要给这个电视台来换照 人机器是很大的权哦 对不对 其实民进党一条龙的中央厨房 从媒体开始 从中午下午两点的这个政论节目就开始 你可以看到每个节目讨论的议题都大致一样 就是中央厨房的作业 那就可以看到 哪些媒体是配合民进党在操作 所以这个民进党为什么对于人事同意权 NCC这一块那么重视 从过去这个进电视的换照过程当中 有录音带的外泄 什么蔡英文的意思啦 苏贞昌的意思啦 所以欧伯仲就要照着做 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到民进党的黑手 早就已经深入媒体 NCC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在 除了刚才讲到了媒体的监理功能之外 还有之前人民期待 比如说诈骗啦 网络的管理等等 那网络的管理就没有做到 那也就算了 其实对国民党来说 对在野党来说 还给媒体新闻自由独立报道的空间很重要 但是昨天立法院为什么这么生气 我们龙介兄跟这个林国成 包括我们黄国昌为什么这么生气 其实是这个 调不到他们要看到的季节啦 对还有包括 昨天一大早中午开会之前 这个陈耀祥听说先跑到 这个民进党那边 先接受指令 先接受指令报告 而且这个东西呢 还透过这个黄国昌直询的过程当中 他说我们是执政党 民进党是执政党 有行政权 我当然要继续跟他报告 那你还告诉我你是独立机关 对你如果是什么国防部啦 卫福部啦 要去跟民进党团沟通 你就算了 你是一个独立机关的角色 你独立机关你都忘记说 你要维持中立 所以民进党所谓独立机关 现在已经完全都不遮掩 开会之前要先去跟民进党做报告 所以那也难怪昨天 整个在司法法治委员会这么生气 没有错啊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说 这一次NCC有四位委员 借铃要做调整 那民进党有恃无恐是什么 如果在野党 虽然我们现在国民党 52加2票加4票 就是说即便蓝白和 52加2 52加254票 加上民众党的票 我们想就是说 主党这四位就任 或者主党就讨讨论的过程当中 希望他测换几位委员 但是如果换不掉的话 其实先任委员 他就可以直接留在这个位置上 没有什么 对我知道 先任委员 我们就是想把它换掉 现在最糟糕的地方 我们先不要讲到那些委员 光是讲到这个主委 主委因为他接受备询嘛 所以他的角色最重要 那你看看过去就提到 就是说有一个 还算是中立的这个刘伯利 还没有这个爆派一出来 还没有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 你看就有一个媒体大亨 拜托媒体大亨可以来瞧 NCC的主委 那NCC就变成媒体的小弟了嘛 然后呢 这些都是根本就是 然后透过赖清德旁边的情形 讲白话一点嘛 就是潘孟安嘛 透过这个潘孟安的方法 把当初这个郑立军 所属意的刘伯利 我说实在郑立军 是准副院长 没有错 可是他也亲自 下去找这个主委 总而言之 你就可以看出 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 不管是派系 或者是这些 作为的核心人士 就在瞧这个NCC 瞧一个还算是可以 因为他怕 大家把它否决掉 瞧一个还可以的 现在因为 这个媒体大亨有意见了 谁说媒体大亨到底是 其实最近很多人在问 没有啊 他们都已经讲出来了 就是练台生啊 这有什么好客气的 这已经讲出来了不是吗 就是年代的啊 这个部分吗 他们就是彼此关系 都非常的好啊 那你就是把这个刘伯利 就彻底的把它换掉 然后就轮到我们以前 就是说跟着这个陈耀祥 差不多的这个副主委 欧伯中 欧伯中跟陈耀祥不是差不多吗 因为他们当初也是联手 而且特别你刚所提到的 在总统扶子里面 那些的讯息流露出来 然后呢 里面的那些录音档里面 都有提到嘛 他们把一些禁电式的 一些相关的 一些的讯息 就全部曝露出来 就是这个正副主委 那你像正主委走了 然后副主委上来 可是他的风格 他的整个的系统 完全一样最重要是媒体大亨 来调出这样的一个副主委 变成主委 这对我们来说 你还说NCC讲那么多 他还有哪有什么独立 他完全没有独立可言 他既不独立可言 他那四个新的委员 你怎么叫他 而且还受制于 这个监理媒体的人 还受制于 还被媒体指派来当主委 这个很离谱 这就好比内政部部长 由企业界建商来指派 然后卫福部部长 由医院来指派 这个到底是 这个监督跟行政的功能 那个分界到底在哪里 不过你刚刚讲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 你如果换不掉的话 会继续留任到换的为止 这个东西其实也很可怕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这几天 为什么司法跟交通委员会 要联系最主要目的 国民党跟民众党 这两天又提出一个修正案 就是说即便是 他们提出不适任的人选 到期还没办法换掉的话 那我们宁愿把它空窗空下来 也不能让现在人继续留任下来 因为有人脸皮后 就不断地提出 自己要提出来的人选 甚至是提出这个 媒体界指派的指定的人选 那现在现任还留在位置上的人 其实也都是不是行政中立的人 那怎么办呢 他们现在有恃无恐 所以才会有这个 我们现在陈耀 你知道哪一个陈耀祥 陈耀祥这么的 这么的独断嚣张的状态 没有错 而且你就说嘛 他们现在都是上报纸 目前还没有做最后的一个确定 肯定你看 他们所提出来 像其中就有一个 世新的助理教授叫罗慧文 你看把它调出来 根本还没有连演都不要去演 他上次就曾经提过嘛 中天报道韩国瑜这么多次 叫所谓的言论自由吗 你就知道他从这个问话当中 就是非常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 还说新闻自由是什么 能吃吗 讲这种话 有办法来变成一个独立机关的一个委员 而且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 他的权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说你说新闻自由 到底在他的眼里面 到底有多好的价值 而且他完全没有新闻自由 这种核心价值的人 你怎么去负责NCC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灾难 你知道吗 所以昨天其实还好 我们这个吴忠宪委员 检察官出身 吴忠宪委员在第一时间 这个会议也主持的四评八文 所以昨天好不容易把整个法案 再送出委员会 但是这件事情 看到陈耀祥的态度 我觉得凸显出国会改革的重要性 对不对 就是说你看 我们光是要调阅静电视 这个上架过程 相关的会议资料 他都翻出宪法 就不提供 这是立法委员的职权 调阅权 包括你已经做过的事情 再不牵扯到什么 采购法秘密会议 你都搬出宪法来 跟我们讲说 立法院不能调出这些资料 还骂立法委员 还有包括柯建民 还骂立法委员是违宪乱政 我现在发现 你会发现柯建民 非常喜欢讲违宪 民进党什么时候 这么爱中华民国宪法 对 他什么时候 那么喜欢 然后过去还说 宪法是一个大灾难 那现在呢 言必称宪法 言必称宪法 每次都说是违宪 你真的把宪法 看得那么清楚吗 不过也是啦 任何事情推给宪法 然后你就由大法官 来做解释 那大法官又是 当初小英所提名的人 所以呢 他常常会超义宪法 所以说宪法 反而现在变成 他们的这个 护国 护国审主了 你不觉得吗 对对对 变成是民进党的 那个 整个党箭牌 就在那里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一次 我们特别把这个法案 拿出来修法 其实就是要去处理 NCC的相关 民进党接下来 会去做很多的 不同的方式 然后无论是留任 现在的人 或者是他们未来 想要提名的人选 我觉得我们都要想到 防堵的方法 毕竟还给新闻媒体 一个独立自由的空间 我相信是国人 所要看到的 所以 民进党 这一次的招数 到底还有多少作用 那且看我们 接下来 蓝白在立法院的合作 所以我们希望 把接下来的法案 能够推出 那也希望 更多的民众 可以在媒体面前 可以支持我们 然后给 民进党更多的谴责 这个是属于 我们NCC 陈耀祥这两天 傲慢的态度 那也欢迎大家 倒回去看国会 这两天的直播 非常非常的精彩 不过不是只有NCC的 我刚刚就特别提到 今天的我们的吴钊燮 他面对徐晓星 所提出的问题 他竟然可以反抢 说你就用 藐视国会 法来告我 你看 藐视国会 法来告我 他们什么时候 会变成 类似像这样子的 一个态度 我想这个 说实在的 他们应该在 离去之前 给自己留下 一个下台的 一个身影 要有一个风骨存在 反而是在这个时候 变成像 各个是战狼附身 我想战狼附身 也不能阻止 因为像整个内阁 都底定了 你如果如此被 为这个执政党 在卖命 也没有办法 不过我忘记了 因为还有好几个 国营事业 还有好多个缺 还没有完整 我们讲到几个 民进党下台的身影 讲一下法寡 我们分析一下 你看到林又昌 听八卦 我最近在观察 几个部会长 你的教文里面 应该也有几个 要离开 那个下台的身影 完全不一样 好比我们看到 林又昌昨天 他接下来有可能 新的职位 是民进党的 党中的秘书长 现在是内政部部长 赶快去公布一个 接下来要给 李长春节慰问金 七万多 七万多 你好像也提出来了 我们好多委员 都已经在之前 都已经特别 做到帮里长 特别增加 他们的一个经费 因为这已经是 已经非常久的 五万块钱 目前很显然不够 就你看 他每个国民党委员 也提出来 他就趁势 告诉大家说 你看我把你 调整到七万多 这是我们的功劳 赶快抢功劳 所以这个是 民进党一种的做法 然后像 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到 这个有时间 会讨论到 这个为不顾的部分 最近在喊 一点一的点值 一届的点值的部分 民进 今天早上问 学员 学员说 留给下一任 我们觉得会有 很多的困难 我想说 这个不是赖清德的 政策跟政见吗 他总统大选 他总统大选是有讲的 对啊 有一些人已经准备 离开下台 就说 这个就留给下一任 他也完全不避讳 也就不再去多讲 说这留给下一任 我们觉得 有点困难 就是选前选后 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 他现在也不去维护 赖清德的政策 在选举过程当中 朝一块钱 一点一的点值 一块钱 一点是OK的 那现在完全也不避讳 也不捍卫 这个赖清德的目标 他也说困难很多 这个是一种态度 那有一些 有一些人的态度 到底是什么 有一些人下台的身影 到底是什么样 有些是你刚才讲 战狼的态度 好比陈建仁 在这一段时间 总资讯过程当中 跟过去我们所认识 陈建仁不一样 那陈耀祥就不用讲了 就完全就是 对 那我们现在看看 因为今天这个 龙界的设备还不错 有个荧幕 可以让我们这个 有老花眼都看得很清楚 这个字很大 如果龙界刚刚也跟我们打招呼 他应该现身的 OK 不怕现身之后 大家就问 这个礼拜四 还是给他主持计划 不用录到我们两个老人家了 我们有一个 康川鱼子 他每次都捐我们一千块 对不起 日币 我们还是非常高兴 感谢 感谢 这个很大的一个鼓励 真的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说 这些人 OK 大家午安 对我们跟大家说一个午安 所以我还是觉得 就是说你说八卦 没有什么八卦 没有八卦 我有很多新部长 新部长的八卦 旧部长 我们就不用太 我们就不用太 太执着了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民进党 彼此之间在派系 在这个所谓的用人上面 确实在的 赖清德这次还蛮展现 他自己的一个意志 或是新潮流的一个意志了 对对 他用了我们非常多南部的人 我觉得能够善用南部的人 其实也不错 我们南部人终于可以北漂 到台北来就职 我觉得给予观察了 但是还是一句话 这里面还是不妥 他们之间的一个派系上面的 一些的纠葛 那有些人就要自救 对不对 那要自救的过程 我觉得未来还是有很多好戏 可以看了 还是有很多好戏可以看 不过这520就任之后 我们还是摩拳插掌 我就要好好的看看 他们这些新的部会所长 怎么去兑现赖清德的政策跟政见 第一个1.1就 那个健保就已经完全 就已经跳票了 对不对 他以前所讲的 这个所谓的能源的政策等等 在选前不会 就是说我们不会 不会有跳电 缺电的问题 目前为止看起来 也是不太可能 符合他的想法了 对不对 不过就是说 和二和三 或者现在和一 我们新北同意 这个通过水保法之后 这个储存潮 同意可以放置之后 我觉得还是要让民进党 对于错误的能源政策 包括错误的能源配比 我觉得还是要道歉 因为这个台电的亏损实在是太大了 不过我们把NCC的事情做一个结束 NCC这两天有很多人说 NCC 很多网友在讨论说 NCC这么糟糕 为什么我们不把它废除掉 对啊 当初是要来做这个纠据 我们这个行政 我们的这个公务人员的 媒体的监理的功能 对这两个单位都一样 都已经失去它的独立的一个机构了 那为什么我不能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吗 不过我觉得是这样 原来制度的建立 都有它背后的重要的这个原因在 那我觉得还是要让我们这一次 还好就是说在野党加起来有过半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国家倒回正轨 不管是我们当时NCC建立的制度是 防美 包括美国 对对 防美的FCC或者是防英国的 它有一个叫做OFCON的制度 所以我觉得当时建立的制度 是有被它背后的原因在 所以关键就是在这一次 我们在NCC提名 能不能让它回到正轨 我觉得任何时候一个好的一个制度 只要碰到人 特别是碰到我们现在执政党 用的人里面 你会发现都会变得非常的扭曲 明明 所以你会觉得当初马英九那时候 成立的这些 真的大家有些时候会稍微说一下马总统 因为他他实在是 太过于中立到完全是不偏 不偏的话反而是让我们到现在为止 一个正道 然后放到民进党手上 变成一个偏道之后 反而是我们在自 我们反而在尝到它的一个苦果 你有没有发现 对对对 所以有人就 有一些政党就不要连 不要宪法的时候 就把宪法骂成是什么 那现在天天搬着中华民国宪法 来在立法院质询 来做草野协商 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他 不过我觉得 我觉得回到制度上去处理 很多法案的调整 包括我们在这一次人事同意权上面的处理 我觉得应该有机会发到更具体的效果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我觉得人民2024 1月13号这场选举 人民是最有智慧的 因为他让三党不过犯 然后呢 有机会我们跟民众党合作 在很多议案上的处理 在很多人事同意权的处理 让民进党不再把立法院当成立法局 而是让他们好好去思考 这个如何去当一个立法院 能够倾听民意的政党 这个非常重要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 虽然是如此 但是你会看到民进党 透过他所有的这个频道里面 都不断告诉他 你看你选出这些 让国民党变成国会最大党 让我们现在很多的法令 都没有办法处得到立法院 他们就是做不同的一个 反向来做一个操作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宣传点上面 应该还是要加把劲 把我们所诉诸的这个需求 还有我们为这个福国立民的 这些政策还是把它讲清楚 因为他们实在是太会操作 他们就看看 你看吧 就是就是因为选成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乱成这一塌糊涂 我们必须要说 就是因为选成这样 所以我们才有办法 有强大的一个监督力量 对于不适任的人 我们还有办法把它挡下来 对所以2024是人民智慧选举的结果 让我们有机会在立法院努力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下 这两天这个贫富差距的状况很严重 最近这个财政部做了一个 主席处做了一个家庭财富的分配 上一次做家庭财富分配是30年前 没错 那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财富分配的结果 这个财富分配呢 分了五个等级 每一个等级我们用2020来分配 这个财富前20% 在它的平均家庭总分配的 累积的财富是5133万元 5133万元 5133万元 5000多万 5133万元 那在最顶端的20%是77万元 最后端的最后端是77万 所以他们两个差了66.9倍 对66.9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那这个整个 前20%人也非常的多 你说他们的财富到5000多万 真的是 平均 平均 可是 这平均是跟郭台铭平均的 对 整个拉下来 整个拉下来 这个69倍 67倍也是非常吓人 对 其实非常 差距非常非常大 那昨天我特别跟主计长在讨论聊天的时候 他就跟我 我就特别问他说 你三四十年前从台南 他以前是读在台南这个白河地区的竹山国小念书 他跟我讲说 他刚开始工作六年 当时他说他买这个复兴南路的房子 一坪才5万到10万块 他记得他是买10万块 所以当时他工作六年到八年 他就可以贷款 买了一间房子在复兴南路 当时我也调出报纸的旧资料出来 在无论是在复兴南路 或在东华北路那边 其实大概三四百万 在台北市的精华区 就可以累积买到一栋房子 你只要工作八年到十年 但是这几年的贫富差距的状况 也凸显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现在年轻人工作六年到八年 可以买到一栋房子吗 不可能 不太可能 除非你父母亲帮你付了头期款 否则以你目前的平均薪资来说是非常困难 而且不可能在你刚刚所提到的 什么复兴南路这些所谓的蛋黄区 我们家我去问一下那个国小的老师 他目前已经服务 已经都退休 大概是五十几岁的这些老师 他说他当初在新生南路 龙安国小附近 他们买一栋公寓吧 二楼三楼公寓大概就是 他们都还比我年轻非常多 他那时候大概花了两百三十万 你看 那现在目前我大概是五十几岁 五十五岁五十六岁的人 他当初在买这个 当初第一次去当国小老师的时候 就在新生南路附近买 那时候是两百三十万 那你看看 那个是三十年前 对 然后你看一下多加一个零 搞不好都没有办法 所以他们都很高兴 自己的房子涨价 不过他们也买 然后丢了一句 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也买不起 对 就是说 我觉得每隔十年 十年 那个就很多人就在讲说 不买以后会更买不起 那个负担越来越重 也就是说 我觉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然后社会的 社会正义的分配也好 财富的分配也好 也越来越不均衡 我觉得这个是 对于世代剥夺来说 对于年轻人来说 大家感觉落差最大 所以无论是八年前 蔡英文在选举的时候 说要给年轻人一个 更美好的未来 如果政府不能带给 年轻人一个有梦的未来 这个政府也就没有任何作用 但八年过去了 贫富差距 房价确实越来越高 那赖清德 我刚刚就很好奇说 那赖清德这一次说了什么 我特别还把资料掉出来 我要稍微翻一下 他讲的说 要让年轻人 有一个可以做梦的地方 这个做梦的地方 都已经醒来了 然后又睡回去 然后又做了噩梦 然后再醒来 到目前那个梦都还是 越来越多年轻人 不想追梦了 赖清德怎么说 越来越不想追梦了 我觉得这一趴很重要 因为蔡英文过去 八年跟人家讲说 贫富差距很大 要给年轻人一个未来 那赖清德这一次 所讲的是什么 他说要把台湾建设成 一个适合做梦 可以悠然过日子的地方 可以好好干活 可以做梦 可以悠然过日子的地方 但是重点是 我们现在干活 是低薪在干活 然后做梦呢 那个朱泽民昨天讲说 那个如果三四十年前 没有北漂来 没有玩股票的话 可能现在都没有办法 累积财富 他在说我们南部人 他在说我们南部人 没有搬到台北去 所以我们南部人 还要继续过苦日子 对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如果政府 都用很这样子的心态 我就按照道理说 政府应该给台湾 每一个年轻人 无论你住在哪里工作 你可以自由地选择工作 你可以自由选择 你要居住的地方 你可以自由选择 你要买房子的地方 但是如果政府 是一个这样子的心态 告诉你说 哎呀你们当初 没有到台北了 对所以没有买房子 没有买股票的话 那你当然就没有机会 累积这样的财富 不过我跟你说 他在现在讲的这种梦 当初陈水扁 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有梦最美希望相随 他已经把这个梦 已经弄到极致了 后面你就要叫大家 来做梦 其实都是噩梦的了 那我真的觉得说 像你朱泽民 他当初最有名 他真的是 他是一个好 网友讲了 对 网友你刷20块 对对对 他每次在讲 每个人都在问他一些 有关于这个民生指数 一些基本的茶叶单 额阿米算 他常常就讲的 都不是太符合实际 他现在又来讲一个 真的有点看不起 我们南部人的 真的 你如果说没有到台北 来北漂 你现在在南部 的确南部的这个房地产 跟他是差距非常的大 但是也凸显出 还是凸显出一个 我们目前为止来说 那个贫富差距的问题 你不要说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又在往前推 就是教育的差距 你看那M型的一个部分 我跟你讲一个 我儿子现在大概30岁 他在15岁的时候 考上了这个台北的 一个好的学校了 好了就见证 那我一看到那个家长的 这个薪资所得 就是因为要选家长会长 去看家长的这个职位 我就发现说 天哪以前 我们认为教育可以翻转 在他那个时候 他现在30 15年前就已经很难了 因为那个家长不是什么师 不是律师 医师就是高 就是六师 对然后还有很多的 那个比较好的工 就是那个国营企业的主管 那他们的都已经变成这样 可能在往前 在我老公那个年代的时候 对不起 都很多都是贫困家庭 他们可以透过教育 来做一个翻转 可是到我儿子年代已经不行 他现在已经30了 15年前是这样 那现在更是更明显 所以你说这个M型 他不是只有财富上面的M型 他在教育 就是因为源头在于 教育已经成为M型 让很多的穷人 过去是靠穷人 可以靠教育来翻身 现在是五倍都没有办法翻身 五世代都没有办法翻身 对所以我才说 现在的经济变成是一个 失温的成长 就是蔡英文一直在说 过去这几年 这个经济成长率是6.3 但是最重要的是 民众感受不到 虽然有这个冰冷的数据 无论是股市到达2万点 这个谁回答你 我说陈建仁回答你 股市到达2万点 高不高兴 我也去你很生气 对我那时候问他 不是他们那时候记者说 我有点雨伸 我就雨伸说 千万你怎么 我那停顿20秒 你怎么会回应我 这个问题 我那时候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其实我也很懊恼 你替我身体 我更弃我自己 我那时候在问他打诈的问题 问他诈骗的问题 他突然抛出一个 股票2万点 我被他带着走 我那时候真的是 非常的懊恼的 我下次绝对不会让自己 再犯这样的一个错误 他现在要回应 你高不高兴 你高不高兴 废话 你股票2万点 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你这个完全没有 然后用这句话来堂塞 我真的觉得 我对我自己来说 我是有点 对我自己 我真的是很懊恼的 我也常常在咨询上 没有第一时间 快速的反应 因为你很难想象 他怎么会跟你做 这样的一个回应 因为你问他是打扎 他怎么会回答你说 股市上2万点 有什么关系 所以经济6.3 然后股市到2万点 最重要是 台湾不是每个人 都有股票 而且我们股票 有四成是外资 然后台积电 有七成是外资 所以大多数的人 我们刚刚讲到 那个百分之二十 只有77万的 这个家庭的累积财富 大多数人 其实是借钱在过日子 或者是每个月薪水 刚好都是家庭的这个钱 刚好都是月光足 花在家里的补习费 吃饭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每次 我们只要公布 所谓的财富的 中数平均的部分 有没有 比如说我们现在 目前财富的中数 每个月平均 大概是5.8万 或是4.8万 很多年轻人就会在网络上说 我拉丁的平均值 然后每个人就说 你有这样子吗 每个月每个人都可以 做到四五万块钱吗 很多年轻人就会开始哀嚎 所以他这个数据所显示出来 他这个数字 其实是非常的冰冷 因为大家的感受 其实是最清楚的 对不对 就是室温的成长 这个数字很漂亮 人民没有感受 这个体温 感受不到 这个政府的经济 到底好在哪 这也凸显出我们过去台湾在整个产业的转型做得不好 大多数的财富 台湾的经济成长到6.3 股市到达2万点 好像产业界都非常好 但是大多数的经济红利都还是回归到少数赢者权 当然是 所以这几年GDP都包括受雇人员在GDP占比其实是越来越低 但是昨天无论是经济部或国发会都在讲说哎呀那个我们没有把所谓的家庭的这个很多成员很多人我们都是中小企业所以家庭 比如说好比我们开个餐厅家庭很多成员都下去也下去一起做所以我们没有把那个比数拉出来 所以用很多数字来去美化说其实我们受雇人员包括我们的受星阶级事实上有想到受到这些经济红利 但是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哎十年前跟十年之后其实过去这几年我们的产业结构是类似我们跟自己比 其实我们这几年的受雇人员包括我们薪资事实上没有想到经济红利而且是越来占比越来越低 这也就是说我们的财富没有做转型正义所谓一直在喊转型正义没有做更好的分配 赖金德一直在喊说我要用鼓励的方式要让资方至少拿个6%到12%多分配给一些受星阶级 但我就很好奇这个所谓奖励他是用什么样奖励的方法没有强制力 没有这个要问得很清楚不过你看现在你不要讲那么复杂你看从这样最简单的这个报税好不好 五月大家都要报税有些的课税你会发现在税制上面你真的对于资本所的课的税说实在是有点太少 然后对薪资课税就是非常的重我觉得你看太多地方政府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光是我们讲这五月来说你就有办法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你看我们就知道税制的能够有所检讨不是吗 对对啊 你看受星阶级完全税都抵不掉 对然后有钱人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来逃掉这个税 对啊所以你拿哪里需要去你光从税制的改变就可以做出非常多的改革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有太多你看这个67倍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一出来 它背后其实代表是这30年来我们整个经济成长还有包括产业结构 有太多需要检讨的 然后我们问到这个所谓的这些你现在在咨询台上你会不会觉得每次被问到他们的回应 你会不会觉得你都很想跳脚有昨天朱泽民他说那个贫富差距这么大 他说我就说那政府就要用手段做财富重新分配 政府本来就有很多的工具跟手段 比如说产业转型啦让这个寿星阶级薪水可以高一点啦走高科技啦 这都是很多不同的方法跟方式但是朱泽民怎么告诉我 朱泽民说那个财富财富重新分配是共产国家才会做的事情 大家都笑了 所以他很值 他很值 他某种程度蛮可愛的 他讲的都不像是他应该是说他讲的都常常不是一般官员会给你关枪关掉 可是他讲的话也会让你非常的生气 你是在跟我说什么 他还继续留任吗 没有我这个接下来是台南的原来的主计处的处长要上来当主计总长 北漂了北漂了 北漂了又是北漂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应该有有不一样的这个主计总长 不过贫富差距这么大其实我觉得政府真的是要好好去思考转型的重要性 你看包括台积电的员工其实在7万多人 那鸿海他其实员工也不多4000多人 他大部分员工都在海外 所以就说即便这些高科技的人加起来在台湾还不超过 我们算他10万人好了 所以我们应该想办法产业的转型 让台湾更多的就业人口可以留在这些高端产业 现在大多数我们的人都是以中小型 而且以服务业为主 附加价值不够高 所以大家领的都是死薪水 没有错啊 那你死薪水里面就被扣了这么样多 然后你每个死薪水你扣掉基本的生活开支 其实你要攒下第一桶金 我说实在是非常的困难的 特别是我们看在台北大居不易 在高雄你不要说在我们南部也是忙的 喊着台积电 我们的确是有一些这个所谓的科技的一个转型 但是毕竟里面可以得到这样的红利的人也还是有限 大部分都还是属于欧臭 大部分都还是属于服务业 那这些说实在的长期以来 他们的薪资其实是很难去有所提升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目前为止 你好像告诉大家说 好像我们的中数这个每个月薪资的中数是4.8万 5.4万等等之类 可是大部分人都觉得他们没有办法感受 更不要说通膨好不好 你所赚的钱 你不断来告诉我们说 你这个小英最自豪就是说 你看我把基本的工资调高多少多少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任内当中 你的通膨的指数到底涨了多少 你这样两箱抵消 大家还是觉得真的越来越难过 我们这几年对越来越难过 包括最近军工教调的3%4% 最近调的这几次其实都被通膨吃掉了 过去这三年经常性的实施薪资是连续三年倒退 我们总薪资也是第一次七年来首度的负成长 其实这都非常的严重 那重点就是有多少人可以留在台积电 有多少人可以去鸿海上班 其实不多 重点是台湾不能只有一个护国神山 产业转型很重要 但是我们现在发展AI 那AI电又不够 AI需要水跟电 所以台湾到底 包括昨天赖世宝也在讲说 那个台积电 我们店家要再补贴 台积电我们又继续 台积电其实平良心讲过去 虽然是我们的护国神山 但是在股市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政府拿很多资源去支持他 收税免费 电费其实提供他很多 产业每次工业用电大户 其实我们每一次都要跟他们谈判 就是我们这一次到底可以涨多少 我们给他们优惠多少 其实很多政府的股贴都在台积电 所以你看到执政党 目前你会看到他的言论 就是说你看我们即使是 我们那天不是还蛮高兴 说我们挡下了所谓的电价动涨 可是他们现在的操作就会告诉你 你如果动涨 我们台电就会倒 台电一倒的话 我们这个政府就会拿人民的纳税钱 然后我们要付出更多的一个 所谓的电价 对不对 我们要付出更多的钱 那我们现在付出更多的钱里面 那我们可能就是 我们付钱在帮这些企业界 来付他们的电费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言论 你看他们都不管讲什么 他们都有办法去把你凹成 大家认为好像还蛮有道理 所以这一点 我们真的要加强一下 我们的维宣 对 我们选你要提我文传会 对吧 所以最近我们要处理的很重要 今天台电为什么会亏损这么严重 其实如果不是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 我们无论是买天然气要花这么多的钱 发展绿能要那么多的钱 如果一个比较好的能源配比 如果火力发电也好 或天然气发电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包括核能的发电 如果可以再调整一下 台电的亏损不会这么严重 所以我们可能也不用涨电价涨了这么多 我们也不用用废发电发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民进党 我觉得民进党应该要道歉的地方 所以这次为什么国民党会提出来核二核三研议 然后新北也同意要这个新的储存槽 也同意让这个水保法可以通过 我觉得我们要当一个建设性的反对党 不是为反对而反对 所以我觉得人民需要用电 我们清楚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 我觉得还是要让他付出代价 这个付出代价是要道歉 过去拿这个飞和当省主牌 我觉得这件事情国家国人 我们付出太多的资源代价 我觉得民进党必须要认知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哎呀你就讲得太理性了 叫他们付出代价 然后叫他们承认错误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他们是牢不可破的省主牌 而且他们已经学会了 遇到任何的状况用凹的 因为还是有一群很死忠的人 相信他们所讲的是正确的 所以说呢你看 我们就彼此之间在这个很多的论述上面 我们真的是要让大家更加的一个清楚了 总而言之目前为止 你看520之前 我想大家在 我们自己在立法院 我们说实际上我们在立法院 我们还是坚守自己的职位 我们也认为 这个所谓的顾会首长 不需要把它当作是一种垃圾时间 你应该还是有所作为 毕竟你还是领我们的一份的薪水 但是你会 我今天很高兴 我们今天的教育部长出现了 好不好 到了吗 今天有到 因为今天是谈他 觉得自己非常有 有作为的这个偏向教育 那其他的部会 你会发现都是次长来 然后次长现在有很多部会 也认为次长不会再连任 你知道当你自己认为不会连任 你又要等520 很难问出任何的东西 你问出任何东西 他们会说 都会教他们说 留到后面再来做处理 当你留到后面来做处理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哎呀真的实在是 我们还是努力监督吧 但是也不用几万块多 倒是520新的这个部会首长 我觉得这是我们真的好好 应该问清楚 特别是经济部长 来自于一个业界 你刚提到那么多电的问题 如果他是来自业界 他应该很清楚知道 业界目前缺水缺电有五缺 你就不应该入主了之后 完全就停止政大 你应该发挥你过去 在业界 在实物界的一个所谓的影响力 告诉大家 真正的是需要什么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有所为 找你业界来当经济部长 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不过我觉得整个 卓仁泰的团队也好 整个赖清德的内阁也好 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 没有什么这个蜜月期 国家面临太多的挑战 包括通膨的问题 能源政策 劳保年金要破产 然后两岸的议题 其实都要第一时间 有更清楚的轮廓出来 那后续要该怎么做 因为其实包括五一劳动节 昨天很多劳工团体也出来抗议抗争 我们现在包括 劳保年金也破产将近13兆 然后我们去年比前年 多增加负债7000多亿 国债中光是一个劳保年金 就负债达到 每个人要负债56万 所以你就看到说 劳保年金 我们今年 而且今年本来 税计剩余有1500亿 然后1000亿拿去补贴台电 劳保年金到底有多少可以补贴 都还是未知数 所以这就是想 就是大家在讲说 我们今年政府万万税 税金收很多 但是我们都拿去补贴 劳保年金 补贴政府错误的能源政策 补贴台电去 如果没有这些错误的能源政策 我们可能不需要做这么多的补贴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重要该把关的地方 这个也是我觉得 赖清德的团队 我们希望接下来 用立法院沿会 我们这一次不是临时会 我跟大家报告 临时会跟沿会有什么不一样 时间到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 还是要一分钟啊 我们今天这么快哦 没有人管我们的延会临时会 他只要你要让立法委员 好好的去监督就好 谁管我们就好 但是我还是要讲了 延会是每个文汇都可以召开 所以接下来我们不只是总质询 总统探传队 我们新的部会首长 在每个文汇都可以看到 我们精彩的质询内容 没有错 好我们就今天的理科太太 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礼拜会带给你 什么新的内容呢 我们就再来看看啦 好 再见 拜拜